像我当初这样 像我当初没有接触这个医生剂的时候 我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这个自由基 知道它是自由白洞还是什么都好 其实这个自由基是每个人都 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在面对的一个 所谓的不平衡不正常的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等下SK老师会跟我们分享 非常非常清楚 表面上如果是要知道 这个自由基肯定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害的 今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大家每一天每一个时候 不管你吃的多好吃的多不好 还是运动还是各方面的活动 都跟这个自由基息相关 包括我们每一天呼吸 每一个时候呼吸 几万次的呼吸 都是经过身体的一些产生 对导致自由基的产生 所以自由基是非常可怕的 你不知道就无所谓知道 就非常非常可怕的 尤其是我们什么所谓的癌症 这个糖尿病 以为是糖多了就会糖尿病 其实不是 很多是自由基造成的 它会去破坏我们身体 各部分各器官的一些正常的细胞 OK 现在线上的10多20位 还有的再进来 我们再等待一些时候 OK 线上看到有的很熟的 有的是新的 有它的面孔很熟 OK我们再等待一下子 刚才SK老师也是有分 就是有在分享一些video 也是才重复 因为每一次我们的希望 每一次的分享 都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同 大家的接受 大家的体验 体验就是喝 反正不管再怎么讲 每一次星期三 我们再怎么分享 都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喝到这个 Pitonic Ersensin OK 因为一神期是每一个人 每一次SK老师有讲的 就是必然的 不是你想说你要喝跟不要喝 还是怎么样 就是没有给你这么 没有空间 还是没有时间 给你去讲说你要喝不要喝 其实是在很自然的 一神期是我必须要补充的 因为每一天在破坏 包括自由基的破坏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 补充这个益神菌 刚才SK老师有分享 他的那个早期 是多年前的 那个合流的污染 也有关系到这个益神菌 其实我们觉得很奇怪 讲到这个益神菌 就以为是新的东西 还是新的所谓的物质 各方面还是新的一个货体 其实不是 在全世界 在哪一个空间 哪一个地方 都会接触到这个所谓的 矽菌 矽菌 所谓好的就是益神菌 不好的就是二菌 包括病毒 病毒也是其中的一种的 菌的一个名称 也是一个杀伤力 也是其中的一个微生物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益神菌 哪里的哪个地方都会有 包括就是矽菌 所以你听过有人有 有神病 有什么到最后 有一个就是开刀了 有时候很多不晓得 都会有这个矽菌感染 皮肤各方面如果是你有这个动作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矽菌感染 也是其中的一个它是无孔不露的 包括自由气也是破坏我们身体是无孔不露的 OK 讲了那么多也介绍了那么的这个关系到这个话题 来我们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也是这个时间 我们邀请我们的尊敬尊敬的 也非常有这个经验 非常体会的关系到Ptonic 一神菌如何帮助我们竞争上的话题 就是自由气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SK老师来分享 SK老师 OK好 大家好 晚上晚上好 非常谢谢 Steven现在的简介 所以给我一下子 我先开我的PowerPoint Recording 是 有Record了 OK 大家有看到吗 有 好 谢谢你 OK 来我们就非常感恩大家又花你们的宝贵时间来出席我们这个益生菌 然后最主要的话呢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呢 就是益生菌 然后而且是活性的 再加上呢它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OK 然后当然我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就这样简单的简介 可以针对那些不曾经看过我的 我叫SK蛋 然后我很专注于在这个大脑的性质 当然大家一定会疑问 为什么跟这样 不会讲健康 因为如果你要有最强的大脑 你的脑袋的血压一定要干净 而且需要很多益生菌来帮你补助你的脑袋 因为如果前提大家有听过我分享的话呢 现在益生菌跟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大肠 跟我们全身都有非常大的连带关系 当然钻注意脑袋跟这个所谓的性大肠 已经被鉴定为大肠是我们人类的第二个大脑 我们这个大脑很重要 但是大肠也是很重要 好 因为早前呢 我本身钻注大脑的时候呢 我是为了让大家容易记我的名字 通常我会自我介绍SK等于SukerKawan 那你会看到上面有三个这个所谓的广播 就是NTV7讲英文版的 那时候他要我去讲大脑的记忆力 第二个呢 就是讲糖 第三个呢 是讲脊椎骨和天才 So我都是在很多方面呢 有不同的参与 尤其是在推广这个所谓的健康 健康 就是说潜能开发 还有就是呢 讲环保 然后当然 我本身一直来 之前有创业的时候 我有受过伤 导致呢 我身体垮下来 也是因为有因缘之下 认识益生菌 而把我的身体还原 好 当然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呢 就是益生菌与自由基的关系 而且是怎么样 好好的 因为了解自由基 而用这个益生菌 让我们的健康还原 So今天主题是 益生菌与自由基的关系 好 像我相信很多人 都一直在质疑 OK 我们生老病死 我们有四个环节 有四个阶段 生老病死 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我们都了解 生老病死 是一个过程 但是生老死 生老死这三个东西 是大自然的一个过程 你是很难去阻止它 除非你用很高科技 很多种类科技 都可以延缓慢 我们的 我们所谓的老化 但是病 这个病呢 是需要我们意识上 照讲去管理的 就是说你可以 避免不了生老死 但是你可以避免 这个所谓的生病 因为需要经过 正确的管理 所以因此呢 你会看到 今天这个分享呢 是讲自由基 不过自由基之前呢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生病是一定会发生的吗 OK 坦白讲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生病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身体是一个战场 我们随时都有 很多外来的侵犯者 要渗透我们的身体 要借我们的身体呢 大家来一起活 或者是要霸占我的身体 因此呢 这个过程 当我的身体 要来弱的时候 会导致我生病 当然前提就是 我本来生下来 是很健康的 假设我是很健康的 OK 但是我们就看过 我们有说 生病的过程 你有体验过吗 当然现在21世纪 坦白告诉大家 2030年 很多科学家 和医学专家 已经宣布了 将会有超过90%的地球人 都是癌症病人 90% OK 那我就讲回 如果在1950年代的时候 人家一听到癌症 他就已经有恐慌 OK 但是进入21世纪 几乎每一个人 都好像很自然可以接受 哦 你是癌症病人 但是特别呢 就是问你 你是什么癌 你是大肠癌吗 你是那个所谓 疑脏癌吗 还是你是有脑癌啊 或者是肺癌啊 一只类腿 所以几乎每个人 都很惯性的 每天听到 很多人都中癌 而只是特殊的地方 就是你什么 种类的癌症 好 高血压 心脏病 中风 好 现在连中国 已经宣布了 现在癌症不可怕 但是最可怕呢 就是中风 OK 当然三高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谓三高 就是高血压 高血糖 还有高脂肪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可以预防的吗 肾脏 我之前有说过了 肾脏是一个 马来西亚最大的挑战 因为有超过 OK 有超过这个所谓的 就是我们有600间的洗肾中心 就是因为肾已经坏掉了的 甚至我们全世界 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 已经宣布了 我们是排名第二名呢 就有这个肾衰竭的病症 我们叫CKD CHRONIC PINIC DISEAS 吸菌感染 当然这个已经是很普遍 每个人生病 都很自然而然的 抗生素 为什么会有这个 吸菌的感染呢 你们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生物 什么吃的生物 就是跑回底下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生病 那个根延到底是从哪来的 当然有两个 两个最大的卧害 第一个呢 就是环境的因素 今天我们只有地球上 只有5%的水是可以喝的 但是因为人类 我们讲贪炼 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们的工业生产 就一直套很多垃圾 进入水盐里面 尤其是海盐 虽然只是占5% 不过海水本身 跟我们的淡水 是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就一直在破坏这个水盐 丢了很多那个 所谓的工厂的排泄物 就丢去水里面 导致呢整个生态链 也是被影响到 然后空气 空气污染也是一个 为什么 生产链 尤其是工厂的生产链 放弃了很多很多的那个 我们叫有毒物 有毒的气体 我们叫Dioxin OK Dioxin 然后这些呢 就是最终制造什么 会制造很多的自由基 等一下我再解析 那个自由基的来源 好 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讲明以食为天 但是我要给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右上角的时候 有这个饮食 他已经告诉警惕我们 我们的老祖子 已经讲 请你多喝水 然后才考虑吃东西 因为喝水先饮后食 喝水或者饮东西 比你吃来的更重要 但是今天近时近日 很多人真的有喝水吗 喝水是个很大的挑战 再来 他们讲我不喜欢喝水 我喜欢喝很多有甜味的东西 尤其糖分很高的 比如说珍珠奶茶 汽水 咖啡要加糖 然后茶也要加糖 总之是没有味道的东西 就不好喝 好 当然 那边吃什么 饮食习惯 吃很多快餐 OK 现在在美国 他自己本身已经排斥了 这个所谓的美国饮食 为什么呢 他们把它叫做伤性食物 伤性食物是什么意思 就是standard American diet 它是缩写 就是美国的标准饮食呢 是伤性食物 为什么呢 什么东西都油炸 什么都讲快 然后再加上是没有纤维的 然后水分也不足够的 所以导致呢 为什么美国呢 有很多很多的病症 都是跟饮食有大的关系 好 也是因为高科技 今天我们有 我们晚上就算太阳下散了 有灯光 我就可以熬夜了 我就可以夜点睡眠 然后我可以去玩手机 导致我的压力 身体的压力越来越多 当然科技发达好不好 科技发达是很好的事 但是唯一的挑战呢 就是这些科技 有没有考量到我们的健康 怎么说 肤色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electro pollutant 就是电子的肤色 已经导致我们的 我们有身体很多的窩害 所以这个就是产生自由级 然后运动 现在运动的时候很过量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看报纸 有没有看新闻报道 现在的年轻人 越年轻 已经早早就可以走掉 就是往生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正研究 17岁 三天两夜都没有睡觉 就是一直在玩手机 或者有些人运动过量的时候 没有适当的休息 最主要的话 他不明白 这个原因是因为自由级的破坏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生病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根源 为什么生病 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的自由级 我们的体内有没有自由级 坦白讲 我们如果吸醇氧气的话 我们根本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当你吸醇氧气 不小心有一个人点火 我的身体就会爆炸 幸亏我们有所谓叫做癌细胞 癌细胞也简单的字 带过就是跟自由级有关系 它本来应该是帮助我们 协调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身体一定要平衡的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污染 然后我们的压力 导致我们的生产量的自由级太过多了 自由级 它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自由级已经被诊断 现在已经有超过50 坦白讲已经超越了 500种 1000种 都是跟自由级有关系的 而慢慢进入我们所谓的慢性疾病 今天从慢性进到严重的话 都是因为根源就从自由级开始 我们叫做氧化反应 我们需要呼吸吗 肯定我们需要呼吸 但是很遗憾的话 呼吸也变成是身体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假设我们吸太多 或者吸太少 无论如何 只要有2%的氧气没有被氧化 没有被氧化的话 就是没有被完全去生产的时候 变成有用的物质 它就会开始变成自由级 这个自由级呢 它是变成我们所谓的有坏化合物 怎么样 你看简单 你看铁链 如果是真的100%纯铁的话 它只要接触到水分和氧气 它最终会变成锈 这个就叫做化合物 就是铁被氧化而生锈 苹果本身 如果不管是青苹果还是红苹果 你把它中间切掉的时候 你看到它很漂白的 它白白的 但是因为它有抗体 那时候它有这个所谓的抗氧剂 化物来抵抗这个自由级的侵犯 但是929只因为它的四眼已经被消耗掉 它最终会从白色变色褐色 最终再严重一点就变黑色 更严重一点的话 你会看到它开始腐烂 这个都是因为自由级的侵犯 这样怎么样的活动呢 会导致我们会生产很多很多量的自由级 呼吸 如果你不懂正确的呼吸 你太多的呼吸 没有被消化或者没有被分解 它就产生自由级 熬夜 我们人正常应该是11点 太阳一下山的时候 大概三个小时后 四个小时后 11点之前就好休息了 但是很可惜 我们因为有灯光 我们有这个压力 我们就要需要去熬夜 第二呢 呼吸 呼吸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看在日本 日本是全世界呼吸 抽烟 吸烟 第二最大的国家 吸烟最多的 但是他们肺的问题几乎是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喝很多抗氧剂 就是利茶 当然他也吃很多很多的医生剂 药物 药物已经是被鉴定了 在西方的药物呢 都有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要去吃某某药物的时候 我强烈的鼓励大家 上网去征求 去了解这个药 它的好处是什么 但是它的后遗症又有什么 大家要切记 快点去研究 否则的话 它肯定会跟你讲 吃多一点就有后遗症 后遗症的意思呢 就是产生了很多的自由基 好 肤色 我刚才说过了 肤色现在已经之前有4G 后来有WiFi 现在WiFi有很多 你会看到加加的 什么6 plus 就是6加 7加 它就是让我们的那个 输送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且能量越高 就算你的吸收力越强 但是这些无形的磁波 它会直接渗透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的生产有一个反应 而生产了这个所谓的自由基 激烈的运动也是 你看下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常常做很激烈的运动 你可能明天一早起来 你会觉得你的颈项 关节 肌肉会很疼痛 我们叫做乳酸 叫lactic acid 这个就是因为自由基的一种反应 电磁波也是一个 现在甚至你会看到新的报道 我们去买电车 我电车现在很省油 因为它不需要再投资那个水油 但是在无形中 有一些部位的那个汽车 因为它是发电 它只要一发电 它就会产生电磁波 这个是有一种辐射性的 也是会让我们身体呢 可以备受迫害 好 自由基 它是无所不在 你去到哪里 它都会在的 但是关键是这样 假设我身体有自由基 而我吃的每一样 每一个食物呢 都有抗氧剂 尤其是草本食物 我们叫做plant-based diet 就是我们讲植物性的饮食习惯 因为植物的的确确 有很高量的抗氧剂 但是很可悲 今天很多人的饮食习惯 包括小朋友都不爱吃 所以导致呢 我们吃很多什么 榨的食物 吃没有水分的食物 吃很多甜的东西 然后又抽烟 又很多压力 导致呢 自由基一直在形成 然后自由基 本来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有很大的机会 靠我的抗氧剂 去跟它综合掉 但是很可惜 自由基是属于一种 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一种 我们叫atom 就是分子 这个分子呢 它本身就好像 一个恐怖分子这样 它因为不稳定 它就一定要想办法 让它自己稳定 因此呢 它会去正常 健康的细胞 跟它抢它的电子 所以你会看到 在右边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圈自由基 等于恐怖分子 你会看到有一些心 它本来是加减平衡的 它是平衡的 但是因为它处于 自己不正常的状况的时候 它一定要很快速的 让自己平衡 它就去抢 其他正常的细胞 还有器官的 那个分子 所以就是 它会抢 大部分是抢 那个负电 负电费 它去到你抢多少 而且自由基的产生 是非常非常快的 OK 但是偶尔鲁 不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久而久之 我们的身体呢 就开始慢慢退化 因为我们产生了 太多不正常的细胞了 因为它是也不稳定 所以你会明白 如果你正在了解的话 久而久之 当我们这些正常的细胞 已经没有办法被控制的时候 最终变什么 它叫不可以被控制的细胞 就所谓我们叫做癌症 英文叫 像我们就这样 OK 反正我生病了 我也不管什么自由基 同样是我生病 我去征求意见 我去征求专家 来帮助我自己健康 这样我们就看西医 这样请问大家 你没有研究过西医的疗法吗 他们的 他们的哲理 他们的方法是怎样处理的 好 在我自己的个人意见 我们的确需要医生 我们更需要西医 做什么 做急救工作 做紧急工作 假设紧急在 很着急的状况下 中毒的话 千万一定要找西医 如果你想开刀 靠科技来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一定要找西医 当然说他的西医 他是用 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呢 来把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挽救回来 是对我 就是说整体来讲 是紧急状 但是他的挑战是 他给我们吃很多西医药 如果你聪明 的用药 你就没事 但是如果你一直 常常的利用这种西医药 来帮助你还原的话 你要面对一个挑战 就是他只可以治标 而不治本 什么叫治标而不治本 就是如果你高血压 你先吃这个高血压的药 他就短暂的让你的脑袋 和身体可以调整 变成正常 只是可能短短 一个十二个小时 最长二十个小时 久而久之 他又跑会还原 但是要记得 身体是很有智慧的 他会自己做小诊 有一天 当你的高血压 已经吃了普通药 没有办法压制 因为他已经免疫了 就是我们讲 immu 免疫了那个挑战 他自然就需要 更强的药 把它调整回去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人一直吃西药的时候 他越吃越凶 越吃越多 但是更可悲的 刚我讲过了 当你们吃一个药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吸上网 看这个药物的好处在哪里 它的坏处在哪里 它的后遗症在哪里 当你一直过度的 一直依赖一种药 吃下去 而且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追踪的话 那个后遗症 可能已经治好了 你的一个病症 但是会牵引到 另一个病症 而会反出来 所以第二 他会给残留 怎么说呢 他会把你这些 吃的药的话 要记得 我们的脑袋 是很聪明的 而且我们的潜意识 是很聪明的 当我们吃每一个药的时候 它会存档在 我们的记忆里面 尤其是我们讲细胞记忆 而每一次 你吃这个药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一个反应 所以你看 有一些人 一吃某某药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不作用 或者是会有一种后遗症 就是因为 潜意识在那个细胞里面 做了一些很特殊的状况 导致呢 我们的身体呢 会有这个叫做 过度的反应 比如说 我的器官会被受破坏 或者呢 其他的器官会遭殃 所以它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挑战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副作用 所以要记得 吃药 好 来 如果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下面有一本书 叫做危险度大检测 你吃的药 大家注意一下那个药字 你看我们的传统 传统就是我们讲繁体制的药 真正的药呢 如果在中医学来讲 包括印度的医学来讲 药呢 本身是一定要是吃草 你看如果我们生病了 我们一定要吃草 所谓的吃草 就是叫草本 而且你吃的时候 你才会快乐 但是很可悲 今天很多人 有问题 看西医吃了药 他越吃越紧张 越吃越多问题 吃越多越烦恼 因为他给他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吃药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吃草 有关系的草本药物 OK 否则的话 我们越吃就越多问题 好 我不看西医 我看什么 我看中医 中医的疗法又好吗 中医呢 肯定是 他们的强调是 治本 而线条本 才治标 意思是说 当你知道你的根源 它的根源在哪里 你才去处理掉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科学 就讲 一生菌跟自由基 我们要了解 所谓的病症 病症到底现在有多少个名称 中医呢 那就很少太多的病症 但是我们针对西医呢 至少已经有超过50万种的病症 而且用中医的好处呢 它一定有一个哲理 它有一个哲理的 就是我们讲清调补防 它有四个四大原则 就是我们先清掉我们身体的毒素 清了之后我们就调理 然后我们再补回去 然后以后呢 我们就做防防 OK 挑战呢 就是它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才看到效果 近时近日 如果你不了解中医的理念 你就讲中医治疗没有效 每次吃 吃一下子就没有效 我就要转移 我就要转移其他医学 或者是医疗法 OK 因为西医不行就找中医 中医不行就找医疗法 但是大部分很多人去看中医的时候 它的挑战呢 就是他不明白 这个是要时间的 第二 你看中医 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医师 它可以很清楚的诊断 OK 用什么 我们叫做 我们就用什么 用看的 用听的 然后用问的 他们叫问闻 忘切 就是问 问的时候我就闻你的味道 然后就望 看下观察你的外表 再来呢 就是问很多问题 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它就给你中药 但是挑战呢 我们是要了解 今天的中药 以前的中药 很坦白讲 以前的中药 是以读攻读的观念 来刺激 就是来解决我们的病症 用毒的 所谓用毒呢 以前就很多水银 现在呢 很多中金属 所以你看 现在很多的中医 虽然可以治疗疗法 不过它也是有些后遗症 就是有保存了 很多很多的中金属 所以我们 当我们去找这个中药 或者找中医的治疗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中药的源头 是有没有被污染过的 然后它制造的过程 是怎么样做的 以前他们是用手窃 今天用科技 这个科技有没有标准 有没有认证 都很重要 OK 这是中医的观念 好 这样我不看西医 我也不看中医 尝试吃保健品 好来 保健品的确是告诉我们 我身体窃什么 我就一定要补什么 这是正常的观念 是没有错的 但是很可悲 现在很多人一买保健品 不是买药啊 我讲保健品 就是我们讲supplement 他们会做吗 他们就去药房剂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你们要特别小心 当你讲 某某人的时候 我吃什么东西 还是某某人的时候 吃什么东西好 你立刻跑去药房剂 就跟他买一罐来吃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直接了断 就告诉大家 85%在药房剂的 卖的保健品 药房剂叫pharmacy 你去买它的保健品 有85%呢 都是属于我们叫做 化学药物 我们叫synthetic 就是它是用化学方法呢 去制造 来模拟 我们健康需要的 那个营养 所以85%是模拟的 它不是自然 从草本那边吹起的 因为要用自然 科学草本来制造的话 它不可能把这些 这些所谓的保健品 给你卖到一样的 好 第二个问题呢 是很多厂家 他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他们真正这个厂家的 理念和理论 还有实践 到底有没有一致 我自身 已经进入着 这个所谓的健康行业 至少20年 我也代表过 很多的保健公司 或者是直销公司 做翻译 就是直接现场做翻译 也帮他们讲一些活动 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理念很一致的 但是久而久之 你会看到 那个产品慢慢在退化 可能是本钱的问题 可能很多严肃 这个我只强调 保健品 他们的理念和实际 有没有一致 好 盐材料 就是我们讲 这个产品 比如说是一个盐材料 它的盐材料 脂盐是从来来的 它的土壤是不是100%有机 好 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曾经做很多这个环保的时候 我们就讲EM 就是有益进群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所以很多人就会跟他讲 我的我用的东西都是有机的 给大家清楚知道 有机的条件的规则是非常非常严格 我就做一个简单 我不讲多 我就讲榴莲 我只接触过 马来西亚只有三个榴莲盐 是被见证 是100%是有机的 OK 我有一个朋友刚刚拿到 是去年拿到 但是之前的两个呢 一个已经放弃了 没有保留了 第二个呢 要把它卖掉 为什么 因为你要保持一个土壤没有被污染 水源来源是要有机的 周围的环境都有机的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你看有些人 他们卖保健品 我的是叫Organic Organic就是有机保健品 甚至来讲是自然保健品 我们要切记 到底它的制造过程 它的土壤有没有被污染 然后更可怕的就是 可能是有机 不过它有没有加一些添加物 或者放了一些防腐剂 就是保养它 因为坦白讲 有机的食物 有机的产品 它是要一些方法来保留 保留它的新鲜 或者它的功能性 否则的话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它的寿命期会很短 近时近日 有一些产品呢 它是永远不会过期的 因为你要了解那个科技 我要强调的 不是它添加什么东西 而是制造的过程 是有没有科技 如果有科技的话 坦白跟你讲 有些产品 你放湿湿袋袋 它不会坏 因为它用的技术 有点不一样 而且只要你不开罐 你不要那些空气的 污染的空气的那些毒素 吸菌 病毒 来给它污染的话 或者给它 变成潮湿 这样它会产生自由基 否则的话 它可以保很久很久的 第二 我们身体的需求 我刚才说过了 85%的保健品 它们都是属于 我们叫做化学药物 导致你吃下去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 摘泄 就是被它分解 然后反正残留在你身体里面 导致有更多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 世界卫生组织 曾经有宣布过 心脏病是人类的 第一代磨害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 我们的口腔太暗脏 口腔太多吸菌 导致呢 从我们的口水液 它就直接 我们叫sliva gland 就直接去心脏 破坏我们的心脏 第二个问题呢 有很多 他们一发现到 一个人心脏病往生的时候 他们就 他就看 为什么他的心脏里面 还有心脏管里面 有很多残留 尤其是钙质的残留 所以我要你们深思一下 他们因为吃了很多保健品 而这个保健品是 就是导致这些残留留在他们的心脏里面 阻塞了 很多人就误解 可能只是脂肪罢了 不一定 有时是不同的遗物 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好 这样 今天你看 保健品到底哪一个好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 他们真的会打广告 他们真的就很会做宣传 导致那个产品好像是独一无二 但是如果你不去了解的话呢 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它的原材料 它的理念 它的生产的过程 到底可不可靠 所以保健品可以用吗 当然我讲过了 还有15%是可以用的 只是你们要深思这样去研究 再来我们讲生物医学和生物科技 生物医学呢 就是Bio Bio就是自然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我们要讲的是自然 当然有自然医学 有自然科技 自然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用大自然了解 大自然这样操作 就可以处理掉我们很多身体的问题 好 但是菌里面本身都有疗效功能 只是我们对那个细菌的世界 要深入了解 因为细菌 我常常说的 如果有听过我分享的话 细菌的世界就像能力一样 只有三大类 先我们讲细菌 细菌本身有很多名称 有的名称叫细菌 有的叫病毒 有的有些名称叫黴菌 黴菌又分很多种类 所以真的是千变万化 很难去了解到底怎样做 所以我要给大家整体讲 菌只是一种细菌开始 就有很多种类 但是它通常会分成三大种类 就是你看第二 在我们左边九点开始 下面的第二个 你会看到有二菌 有中间菌 还有一神菌 细菌的世界就跟能力一样 有一部分是好的菌 有一部分是坏的菌 然后中间的大部分是在反应处 有一些人他只是跟班 他不需要思考 他说谁多我就跟随 细菌的世界 在我们的大地球 包括我们的人体 我们的大肠都一样的 假设如果坏菌的数量 超越了一身菌 就是好菌 中间的菌 就会各自然而然 就跟坏菌 一起做破坏的工作 就是我们讲发 我们讲发难 就是给它退化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退化 但是如果我们的好菌 超越了坏菌 而影响到那个中间的中间菌 自然而然中间菌 就会跟着好菌 一起在做重生 就是在发炎 发我们讲重生 就是把我们的细胞 一直还原 然后第二种 我们讲生物科技的话 今天如果你要了解一身菌 世界卫生组织 是已经宣布了的 超过80%的地球人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身体过酸 身体过酸其这个原因 当然饮食习惯是一个挑战 但是如果一身菌 我们讲一身菌跟你的坏菌 坏菌是喜欢在没有氧气之下 而存下来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自然而然会酸 这个是在诺贝尔德讲 有发现到 我们身体变酸 是因为我们的pH降低 但是这个降低 也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的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坏菌 都是在没有氧气之下而活的 人本身就要靠氧气而活 如果但是很可悲 有60%的地球人 吸收的氧气是不正确 或者不足够 导致到我们的细胞 没有办法正常活化起来 这也是让到我们很多坏菌 在燃氧 我们叫做Anarobic 就是无氧的细菌 很开心在我们身体里面生存 今天如果你要找好的一生菌 我们不是要找有氧的一生菌 而是找无氧的 也就是他们燃氧 好的细菌 一定要可以是一个战士 他亲戚里面 就是要对抗我们所谓的坏菌 因此他要跟坏菌 在同样的环境之下 跟他们打打架 所以我们要好的生物科技 尤其是针对活性一生菌 一定是要燃氧 再来当然靠一种菌 就可以把全部问题处理掉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种类的细菌 所以这个是形成 我们英文名称的叫microbium 维生菌 维生群组 这个是才让我们的身体 来变成正常 好 让菌 它的生存之道 它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有 大家要切记 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 地球先出现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氮细胞 这些都是属于菌 但是菌的名称是有很多用法 你去哪里找最多菌 你今天问我健康的话 我们第一个如果要把地球还原 变成正常的地球 就是地球慢慢健康 如果地球慢慢要健康 从第一个步骤 我们讲温热要降低 就要从泥土先开始 泥土本身就有很多很多千千万万 千千亿亿的一生菌 这个一生菌就是我们保持一个生态力平衡 这样我们的植物 我们讲生物链来讲 我们的植物 我们的草本才会活得健康 这样就给其他的动物去吃 比如说我们讲牛啊 羊啊 或者是大象啊 长颈鹿 因为它们健康的话 这样我们其他的野兽 把它吃掉的时候 再回去给我们人类吃 这样我们的生态量就平衡 深海里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生菌 有很多好的续菌 空气也是有一生菌 否则的话为什么你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苹果被切一半 它会被氧化 任何植物水果都被破坏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会开始被氧化了 所以这是因为空气里面 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菌 所以你看我们生产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制造酵素 尤其是要吃的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空气是干净 我们的水源干净 植物 动物 人类都有所谓的菌的存在 再来 为什么人类做很多东西都跟发酵有关系的 尤其你看日本 日本无时无刻 什么时刻都会吃很多发酵的食物 Miso 就是他们的汤 Miso汤就有很多一生菌 他们吃的纳豆有很多一生菌 他们做的很多东西 如豆腐都是要发酵的 什么东西越发酵的东西越好 韩国就吃kimchi 所以发酵物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 如果是华人吃什么 吃什么 我们吃豆腐啊 我们吃那个卤 对不起 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卤 我们叫做 对不起我再想一下 对不起 Tempe Tempe就是我们讲 它是马来人来发酵的 不过现在华人也做了一朵 因为它是发酵物 所以这个发酵物里面 本身我们吃的时候 就是要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养剂 所以你看 菌是无所不在的 今天比较流行吃的面包叫sour dough OK 当然 如果你要的话 你甚至可以做我们cuffe cuffe也是一种一生菌 kambucha 这些一生菌都是属于发酵物 这个发酵物里面 有这存在的一生菌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活化起来 好 肠和胃 有很多很多的细菌 需要做分解 因为大家很多误解呢 就是说我的胃会消化的吗 但是有没有发现到人业年长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你发现到 这么我消化不良 我可能会有胃溃疡 可能会胃倒流 甚至整天我的胃有胃气 这个都是因为肠胃里面的一生菌 已经不足够了 好 连一生菌 也是要传承给小朋友的 有常常经过我的 为什么开刀生的小朋友 他会有很多障碍 他会有很多学习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健康的问题 因为婴儿在头经过妈妈的婴道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一生菌 是要涂压在他的那个手臂上 也是启动他的压力 让他们肠道里面的一生菌 被活化起来 so 大家要记得 一生菌存到是无所不在 哪里都有 好 当然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 我们强烈鼓励你们 一定要多去参考 一生菌 对新天的近时近日的人体 到底有什么好处 ok 你会看到有两本书 都是同样的书 只是一个翻一些华语 一个叫probiotic solution 一个叫做一生菌 是最好的药 然后的确确 现在很多科学家 很多功能性的医生 那我强调功能性的医生呢 他们都是带着科学的研究 去了解 为什么每一个人类 必然一定要吃一生菌 已经逃不掉了 你今天去看很多医生 他一定会讲 ok不管你好不好 我一定要喂你吃一生菌 只是他们有自己的秘方 可能自己的配方 好 医生菌到底对人体有多好 ok 肠道的保持平衡很重要 这个是第一个 你的肠道平衡 这样你的免疫力 就会大幅的提升 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 克制自由基的侵犯 不要让这些细胞呢 被改变 就是被抢了 那个细胞 它自己不稳定 最终到一个状况的时候 连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身体的系统 没有办法控制这些癌症的发展 变成叫做没有办法 预防的我们叫做 麦里人小 所以你要预防它的话 就一定要保证 我们的益生菌 常常在我们的大肠里面 生态链平衡 好 当我们这些同时平衡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用担心 所谓的胆固醇 我们的血清 我们的血脏 然后我们不用担心过敏症 因为过敏症就是反映出来 我的肝没有办法解毒了 肥胖也是因为我们吃太多 太多不健康的东西 尤其是碳化物 吃太多糖 吃油炸的东西 那个油本身也是一个挑战 导致我们会有糖尿病 乳糖不耐 我们叫做lector intolerant 就是我们吃了太多牛奶 好 大家要切记 50年前喝的牛奶 跟50年后喝的牛奶有什么不同 以前的牛是吃草的 今天的牛是吃吃吃料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今天牛奶给小朋友吃 有很多敏感症 而且甚至有些聪明的北宝宝 敏感的宝宝 一次的话要呕 但是我们是压迫他 一直喝 一直喝 喝到他身体没有感觉 或者是从他们所谓的敏感症 而反映出来的 这个都是因为 他现在的食物是没有益生菌的 减低我们讲 帮我们的肝脏解毒 就是减少负担 我们身体一吃到错的东西 不是呕吐 就是腹泻 当然首选是腹泻 后来才会呕吐 但是如果我吃了之后 有些不会排出来 他讲 我的看体好 我的免疫好 不一定 是因为你本身的敏感度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导致有这个问题 好 记得 肠道 就是王道 王道呢 就是代表我们的大肠里面 之前我一直强调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第12个器官 这个第12个器官呢 就是有生态平衡的一身菌 在我们的大肠里面 如果你正了解的话 为什么讲它是第12个器官 因为肠道里面有10万亿的细菌 比人体600亿还要还要多 而且我们要切记 全部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发生的 75% 如果你要健康 我们的人体的细菌 一定要超过人体的细胞 但是很可悲 今天我们吃药 我们用的肥皂 是有很多化学物的 我们都在无形中 没有办法治到治下 把我们身体里面那些一身菌 全部跟它干掉 吃的东西都是化学物 我们有什么问题 医生就是给你吃什么 就是吃抗生素 antibiotic 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一身菌 好菌坏菌一起被干掉 所以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总数 少过我们的人体 一身菌 一身体到底有多好 现在全世界都在暴躁 不管你看什么暴躁都好 全世界都在讲同样的问题 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健康 这样谁需要吃 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吃 从小朋友的baby婴儿到长者 都一定要吃 但是最需要的话呢 是你吃越多细药 尤其是抗生素 你更要吃 因为你一定要想办法 让你的身体的一身菌 或者细菌 超越你的身体的细胞 十倍 十倍 中年人尝到规划 排便问题便秘 一定要吃 消化不良 一定要吃 免疫降低 一定要吃 开手术之前和之后 要大量的吃 因为麻醉药 会让我们的一身菌 一身菌 适衡 肝硬化的 严重病的 或者是常常有 口气很重的 放屁也是很臭的 分辨很臭的 一定要吃一身菌 乳酸不耐收者 就是我们叫 Lacto Intolerance 更要吃 因为你需要一身菌 帮你做分解 否则的话 你常常用身体的质盐 去跟它分解 最终它会被消化到 而变灵 这样你就开始 更有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敏感症 化疗的 肠道失调的 剖腹的 早产的 吃太多化学物的 尤其是靠太多 我们讲说 不是正常的时候 去吃的话 就有这个挑战 好 市场的一身菌 跟P-Tonic 我们叫P-Tonic 的一身菌 什么不同 给我们P-Tonic 有超过100种的一身菌 全部是燃氧的 我们叫Anerobic Oxygen 它很适合在 欠氧之前 开始大量的工作 产生很多的抗氧物质 刚才我说过了 你身体越糟糕 你更需要好的一身菌 而且我们是用很多天然的 共同 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叫共存 吃在身体里面就开始做工 但是如果你跟市场外面的比较 其他的一身菌 它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第一个 我很明显地告诉大家 粉状的 焦燃的 或者是 药丸的 它们只可以放很少量的一身菌 最多给你放30种罢了的 如果根据美国的研究就有30种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永远会告诉你 一 你一定要冷藏 我们的一身菌不用冷藏 它会跟你说一定要冷藏 为什么 不冷藏的话 等一下它开始发热的时候 它会里面发酵 然后它会死掉 因为没有东西吃 我们的一身菌是进到身体里面 才开始有活动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它是进入睡眠的状况 我们叫hibernation 第二 一身菌 一身菌普通 一身菌一吃下去的话 它一定要你要吃饱饭才可以吃 否则的话 胃酸 胆质 因为胃酸很高酸 胆质很高减 这两个会把你身体吃的那个一身菌 就是吃的胶软也好 胶炎 药丸也好 它会把它消耗掉 但是我们这个不用担心 为什么 我们的一身菌一定是要液体状的 因为只有液体状才可以放进 110种的有益的那个好菌 然后它你要什么维他命 几乎都有 但是如果不够的话 它会怎样做 你要靠你吃的食物 给它做分解 它自然会生长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维他命 还有矿物质 还有植物的营养素 然后它的口味是非常棒的 为什么 有凤梨就是黄梨 我们有白香果 passion fruit 然后100%纯然 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下一个礼拜 我会给你们看那个报道 SGS 已经见证了我们的 我们的100%自然 完全没有任何 就是100%自然 完全没有任何的 什么重金属啊 有毒的物质 包括呢有其他那些化学物在里面 最重要一生进一次下去 它跟胃酸一样 可以直接通肠道 肠道的意思 一定要先去小肠 后来才去大肠 OK 我们在这个期间里面 因为刚好MCU过了 现在已经开放了 早前的话 我们对很多Dengue的 Covid 就是我们讲 新冠病症的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是很快看到明显的效果 包括就直接讲我家人 我爸爸妈妈 我的肢儿 我的子女 包括我的弟弟们都中 但是很快的话 只要一天喝两罐 他们很明显看到第二天 就没事了 尤其是我妈妈是最明显的 所以妈妈最明显是因为 她之前很保健自己 她很照顾自己 所以更其他比较的话 她还原比凡的次数 那个次数啊 就是比人家更快 虽然当时她是78岁 好 什么是P-Tonic P-Tonic是由韩国生物技术制造的 100%纯天然高抗氧化饮品 一瓶P-Tonic里面 含有数以百万剂的 活性益生菌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服用P-Tonic的好处 一 增强您身体的免疫力和治愈力 也可以让您的身体强壮起来 自行修复 器官细胞与对抗病毒 换句话说 P-Tonic是通过 治本来治标 让我来给您举个 P-Tonic 如何帮助糖尿病的例子 P-Tonic益生菌 能阻断自由基 破坏细胞 让胰脏软组织能在 短期内逐步修复治患 另外 益生菌 能提高胰脏免疫力 进而促进胰岛素 正常分泌 让您的身体 自行恢复至正常血糖 因此 常有人问说 P-Tonic是不是药物 P-Tonic并不是药物 而是一种 内含数百万 活性益生菌的 高抗氧化饮品 具有特制PH酸减值3.8 能避免疫生菌被胰酸杀死 并确保安全抵达肠胃的 疫生菌数量多 并且内含活性疫生菌 黄梨酸素 白香果酵素 维生素A B C 胺基酸 植物营养 最后 P-Tonic是100%纯天然 无副作用 无色素 无添加物 的纯天然高抗氧化饮品 也是21世纪 您健康的救星 好 大家看这个简单的视频 来简介一下这个P-Tonic 最重要的话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最常受的国家 是日本人 88岁 你看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是吃抗氧化物 然后吃很多蔬菜水果类 坚果类 疫生菌 疫生菌有什么呢 就是吃日本的味噌 我们叫米兽素 纳豆 我们吃海藻类 吃很多的粒茶 这个都是因为有抗生素 而导致日本人 常受 当然 这边也是要简单的介绍 讲给大家听什么 叫P-Tonic 你看它的标志是这样 但是正确读法呢 就是P-Tonic 而且它是普及 它不只是有我们讲的 疫生菌 它有一身炎 有心理的疫生菌 我们叫Psychobiotic 最重要的话呢 当你吃了什么多食物 不管它好不好 我们的疫生菌 就在大厂里面做分解 让我们可以有 就是说自动生产 B群啊 Vitamin K H2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这个精气 一之类腿 好 这边已经简单掉 有110种耐高 最重要很耐高温 你可以放在车里面 只要你有打算 一天把它喝完的话 你放在车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疫生菌 我都有是放在车里面 就是因为整天 我要跑动很多 接触很多人 OK 很侥幸到现在 我还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而且可以空不合 好 疫生菌肯定它是 一个非常棒的活性 疫生菌 而且刚才我们在我们视频讲了 在21世纪 这个是你健康的救星 好 而且我们的标语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喝 也就是说我们保证 连婴儿 只要每天喝5ml到7ml 长期让他的大肠里面 所以有这个疫生菌 他会非常健康 好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有什么疑问 等下我们在Q&A再疑问 我先把麦克风交给 Steven 感谢大家 好的 刚才听了 刚才听了SK2老师的分享 我记得本身 记得非常棒 每一次讲课 分享 每一次的主题 都是非常棒 来我们给我们的SK老师 一起棒 打一个EEE 讲得非常一记棒 来大家给一个 打一个EEEE OK 所以时间是 讲了分享了 应该是等一个钟头左右 相信每个人从中 是非常非常体会 每一次SK老师 分享的时候 真的是 很多都是 听过了 也是听到 精精有味 没有听过了 更接着神奇 为什么这个疫生菌 这么棒 可以就是把我们 整个身体的构造 各方面的系统 都会调整到 就是给我们 我们的细胞受损 可以还原 的意思 不管你吃什么 今天你不管你再吃 再好 再不好的食物 还是 Supreme 都好 都跟这个我们所谓的 就是 Bitonic 一生菌 都有息息相关 尤其我们这个 Bitonic 一体的 就是很符合 就是把我们 肠胃里面的东西 可以去化解 可以吸收 这些就慢慢慢慢 可以给我们的身体 健康起来 OK 线上的20多位 你们这边 有谁有什么要发问 经过SK老师的分享 也大概了解了 多多少少 还是对自己本身 接着这个疫生菌 Bitonic 还有什么产生一些 不明白的 还是一些问题的 要问 可以在线上 还是打字 OK 来我们开始 好 OK 欢迎大家再回来 我们现在进入Q&A 就是问答题 问答题有几种方法 第一呢 就是你可以打 聊天室里面 打你打的疑问 第二呢 就是直接开麦克风 我们就可以开始沟通 你要开视频 也是可以 我们可以来一个互动 当然 如果你有面对 什么大挑战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询问我 我一一的尽量 帮你们跟你们解答 假设你问的挑战 是我没有经历过的 而我也没有办法 答你的话 我一定会帮你讲答案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有什么疑问的 请大家可以开始问 来先生 谁要问我也问 可以发问 我们很轻松 不会有什么压力的 因为毕竟都是 我们面对问题 也是别人面对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问了 这边也可以帮到很多人 我们来做参考 我们来做参考吧 对对对对 有吗 Hello SK SK Rambo Rambo Rambo好 你好 问一下 OK 我已经喝了两年了 那个 这个 这个哦 好像你讲了 如果我们吃药了 吃了两年之后 越吃越重了 但是我们喝这个 医生剑 是不是喝了两年 要是喝多一点 越重了什么 是 OK 因为这个 如果是吃药的人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你必然一定要 OK 我们不影响 我们不影响你 你去找医生的决定 我们只可以鼓励你 可以的话呢 去探讨一下 你本身大肠里面的 医生剑够不够 当然 你有仪器可以检测 你可以去 什么仪器检测呢 就是你可以去 叫人家帮你验一下 到底你的医生剑够不够 他们就要验你的分辩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用仪器 有一些仪器呢 是可以 从能量的观点呢 就可以知道 你身体医生剑够不够 当然我把它最简单的话 最简单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观察 你每天的排便 第一个 你口 你口气臭不臭 第二就是你排便 你放屁的时候臭不臭 或者你排便的时候 有没有臭味 而且你的分辩 是什么颜色的 假设你出来的分辩 是黑黑的 或者是接近巧克力 很黑的 这样我会鼓励大家 你不只是吃 一杯两杯的医生剑 因为今天我们讲 吃一身菌 吃一身菌 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的Pitonic 是500ml 但是你喝的量 是多少 因为大家记得 我们刚才讲过了吗 我们身体的 需要的那个 一身菌 是你的细胞的 设备 假设你的细胞 要供养 你的细胞的时候 已经不够 而且你的医生菌 不够 然后你再加上 你吃很多细药 肯定这些细药 会把内在里面的 那些医生菌 跟它干掉 反正你发现 怎么吃医生菌 好像没有帮助的 我先说明 它不是没有帮助 你幸亏有补助 医生菌 去做尽量做的工 减少你身体的压力 和负担 所以你才会 有好劲 有改进 但是不是我们 期待的正常 如果你要正常的话 我的关系是这样的 如果给我咽 我咽到你 OK 你的大肠一身菌不够 你的细胞 不够 你很多条件 都切发的话 这样你一定要喝 一天一罐的一身菌 通常我的准则是 鼓励大家 第一次吃一身菌的时候 尤其是P-Tonic的话 最好是每天一罐 联系30天 假设你觉得 经济上负担不起 至少喝250ml 一天250ml OK 因为你喝的越多的话 你给你的机会 身体先做什么 好像中医讲了 身体发现了 有很多毒素 有很多暗藏东西 先把它清干净 你要先把它清干净 它可以有机会 把身体还原 现在的挑战呢 是我有吃一身菌 但是我送进去的菌队 只是很少量 但是我同时间 又吃的不对 喝的又不对 然后我睡觉品质又不好 然后再加上我吃药 肯定那个效果 不是我们期待的 为什么吃一身菌 没有效果 Rambo你可以明白吗 可以 所以当如果讲 你要把这个 血压降低的话 你一定要吃一身菌 OK我做一个简单 两个星期前 对两个星期前 我带我妈妈去验血 那个医生讲 你血糖很漂亮 他血糖很漂亮 他的血压也是很漂亮 但是他也是有吃高血压 因为他们已经年长了 他们不敢冒险 我说没关系 你只要大量喝一身菌 然后你可以的话呢 你的高血压 跟他沟通减少量 然后你慢慢调整 慢慢每天验血压 你可以自己做调整的 这个是另一个处方 但是我要先生命 我们不是医生 我不可以讲 你一定要这样做 我只是鼓励 你们去研究自己的身体 因为人最重要呢 就是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 是什么样的反应 可以的话呢 如果假设他要吃药 你尝试一下 你先从吃多点一身菌 你做调整 然后你慢慢做调整 OK 但是最终的话 你还是要咽血来巩固 到底你有没有改进 我做一个简单例子 今天我们讲一身菌 益生菌和自由基 很多人不明白 自由基到底会让我身体 产生什么的反应 坦白讲 你可以从厌血 则得到这个指数的 怎样讲 你们有听好来大家 假设你们有机会 你想知道 你的身体的发炎指数有多高 那个就是因为 自由基的生产的数量 当然还没有办法 跟你讲一对一来对比的 我们用CRP C-Reactive Protein 但是有一些报告会叫 HSCRB 有两种的 一种CRB 是针对我们的肝 一种叫HSCRB 针对我们的心 但是要记得 心脏只是泵血 就是打血罢了的 还有打血的时候 收回垃圾 回收垃圾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的肝解读的功能 强不强 但是如果我的肝 开始发炎 肯定我的血会 开始发炎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CRB来做准则 然后很多人讲 我自由基高不高 我们就用CRB来做准则 假设你现在 从CRB开始 你看到你的 CRB指数很高 这样我会鼓励你 你就最好喝一天一罐 那个是最简单 从厌血报告 就可以做的 而且你不用去进食的 就是说你不用fasting的 OK 你直接进去 就讲我要做CRB test 我知道市场 大概是收40块 HSCRB是60块 然后还是讲多一次 中国人有这个智慧 这个成语叫心肝宝贝 所以心肝宝贝 这两个器官是非常重要 当然心很重要 是因为要打血 打血送营养 收垃圾 肝一定要提供 很干净的血 给我们的心脏 所以你想不想知道 你的血有没有发炎 它是从肝那边 来做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就做CRB test 所以你要发现到 我为什么高血压 如果你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脂肪 全部都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自由基 生产太多了 而没有办法把它排掉 最终的话 它导致发炎 才后来引起了 我们所谓的病症 所以我在讲白一点 就是先做CRB test 才看你的发炎指数 从发炎指数 你才巩固 你到底要吃多少一生金 因为一生金 你吃的越多 它是可以消炎的 就是可以把发炎的指数 降低 大量的降低 我才前两个视频里面 有分享过 我有一个癌症病人 49岁 肺癌 当然有肺癌的指数 就是我们讲 Castal marker 但是我很强调 我要看你的CRB 它的CRB 当时是125 大概一个月半之后 它的发炎指数 降低到13 所以短短一个月半里面 它都可以大幅的看改变 但是它的条件 是因为它是癌症病人 我要求它每天喝一罐 一罐的P-Tonic 所以它每天都喝 每天都喝 很明显看到很大的效果 当然我先声明 不单纯是一生金 喝水很重要 饮食习惯很重要 我都帮助它们调整 所以它在短短一个月里面 指数可以降十多倍 OK 请问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人波 还OK的话 你可以再问下一个问题 还是其他人有什么疑问 对健康的 有什么挑战 都可以跟我分享 一生金 就我所说了 它是12个器官 因为我们需要 很大量的一生金 在身体里面 超越我们的细胞的设备 这样它就本来 就是一个器官来的 只是我们的观念 就是以为吃一两杯 吃一两喝就解决了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喜欢压力 饮食习惯 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个化学物 就是我冲凉 我的洗发水 我的皮肤有很多一生金的 我们叫microbium 有很多一生金的 我用化学的肥皂 跟它干掉呢 还是我用自然的肥皂 比如说用椰油之类的 来帮它处理掉 这个皮肤的肮脏 但是如果你用过度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越来越少一生金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 那个健康的指数 就越来越低 经过老师的解释 当然我们更加清楚明白 来线上还有谁 有可以再发问一下 趁机会 因为SK老师在这边 我们就尽量发问 是 有吗 线上还有谁要发问的 来赶紧 有吗 来线上二十多位 来看有谁 要分享也可以 如果是喝了这个 皮肚尼一生金 感觉如何 还是喝了自己的效果 到那个程度都可以 在这边分享 肯定你的分享 就会最重视的 会被一被一被一 SK老师 还有问题是 OK我们 我们喝这个一生金 通常我们是这样喝 有的人问我 他讲 OK我要 这样喝 这样很难喝 那餐咖啡 餐茶 餐一点东西 喝这样怎么样 有什么效果 OK 唯一可以餐的东西 就是100 plus 100 plus而已 不可以餐咖啡 不可以餐 不可以餐其他东西 因为你要记得 一生菌 OK来 我就做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从口喝一生菌 我的口腔当然不用消化 直接进过我们的厂 我们的后管 Esofagus 再进过我的胃 但是胃 它不会去消化它的 它直接就给你过关 去你的小肠 和大肠开始做工 如果你喝咖啡 你喝其他的饮料 你倒进去里面 它就会发现到 里面有饮料 我一定要做分解 为什么 东西已经摻在里面了的 它一定要做分解 所以可能适量的话 可能有一些可以过关 但是你本来喝100%的 一生菌 可能只有50% 才过关 但是这个进度太慢了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的Pitonic 是一个科技的产品 它是有生物科技 还有生物医疗的功能 喝进去的话 是直接了当进去你的胃 从胃里面进去小肠 和大肠工作 而且它的功效是100%的 是100%的 如果你期待的话 就是说 我慢慢来 我要餐东西喝 我会坦白跟你讲 效果不是你期待中 那一样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餐了东西在里面 如果你真的要 没有办法的话 之下 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话 你只有两种东西 可以餐 一个就是100+, 一个就是Sprite 我的首选是100+, 不是Sprite 因为Sprite太甜了 尤其针对小朋友 他讲 哎呦 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那坦白讲 我们的Pitonic的口味呢 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们用最好的黄梨 给它发酵成 它们有那种 很强烈的酸性 很酸度 而且是自然解耐的 可以吗 OK Thank you 没有问题 我想问你 你的提议是说 假如有严重的病态 最好是每一天喝一只 对 可是有些人呢 他的经济能力不在那边 对 明白 他用两杯或者是三杯 这样你的看法就是说 刚才你讲的 就是说 你喝一两杯 根本就没有意思 而且呢 没有什么功用 所以这样的话 这样就喝来也没有意思嘛 因为喝一两杯嘛 OK 来 我们先腾清人家 我刚才讲过了 经济许可的话 你如果是为 我刚才讲了 如果你要知道 你的严重性不严重 你要做CRP test 否则的话 你只是猜测罢了的 OK 来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给你们明白 咽血重要吗 如果你一年做一次咽血 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你要正常知道你好不好 不是一年做一次 而是九个月 每九个月 每九个月你做一次 OK 是有原因的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 我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我就讲 你九个月做一次咽血 你就可以知道 你身体健不健康 好来 咽血的观念呢 是它是在安全范围之内 我就喜欢用这个来做例子 两年前 我遇到一个马来人 因为我跟他 我跟他有个公司呢 我们在推广什么 大自然的草本 其中一个呢 就是大马 但是因为名称叫CVD和DAC 好 我们进入那个主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下他的孩子 两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对不起 两个孩子 一个是他自己的自身孩子 一个是印度的小朋友 那当时他孩子是10岁 印度的小朋友是14岁 这两个 一男一女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癌症 而是全世界的医生 都不懂怎样处理的 而且是发生在他们的大腿那边 所以他唯一的选择 是征求自然疗法了的 所以他就 他就send很多email 用社交媒体 就是用多媒体去讲证求意见 所以很多人就告诉你 你要解决的话 你一定要用DSC CVD 就是大马的吹起 这个孩子 因为收了很多这个油 是油状的 就给他喝 因为他虽然在医院里面 然后他照样喝 喝了10个月过后 10个月过后 他就没事了 然后 什么叫没事 就是医生跟他厌血 发现到你的cancer marker 在安全范围里面 好 就觉得 哦 你没事了 你可以回家了 但是 当他有问 我的孩子会复发吗 医生用也告诉你这个答案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懂 他会不会复发 因为你要记得 癌细胞也是有智慧的 他可以去躲躲藏藏的 你问他藏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去你的骨头里面 他可以在里面照兵 照马 好 第二个问题 他问 我可以吃什么 医生讲 小朋友吗 要吃什么 就是什么 喜欢吃 孩子一出去 出院的时候 当然小朋友已经习惯性了 吃很多 快餐店 KFC Pizza Hut 喝汽水 吃薯条 吃很多那些chip 两个礼拜后 这个孩子往生了 为什么 癌症护发 那我要强调一点 听好来 他为什么会复发 因为我讲过了 医学现在的厌血报告 是看你是不是在安全范围里面 所以当他们在里面范围里面 发现不到你的癌症指数 是安全的 他只是告诉你 你是短暂 你身体是没事 但是没有代表你180线是零癌细胞 OK 零癌细胞 所以当这个小朋友又吃薯条 我刚才讲过了 吃薯条 吃美国的标准食物 就是叫做sat diet 就是伤心食物 吃了吃了吃了 他的身体严重了的 所以一严重了的时候 他就开始复发 因为什么 癌细胞 在燃养之下 没有东西吃 没有那个氧气 他就一直复制 更多的癌细胞 所以导致两个礼拜后 他就往生了 所以他就知道 他做了一个错的选择 但是前提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讲的是大麻 是可以致癌症的 可以致癌症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方面 好 这边我要告诉你 刚才我说过了 有能力的话 一天一罐 两个原因 如果你是癌症病人 你必须要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你就癌症 一天一罐 你问我一天一罐贵吗 这样你要比较 像你去做化疗 做电疗 做其他的疗法 他的价钱来做对比的话 会贵吗 我最快的记录 是一个69岁第四期的癌症 当然他经济许可 他也没有做什么 自然的化疗之类的东西 他只是纯粹吃一身精 有吸精气 这两个最重要的 当然有吃其他的保健品 很强的保健品 在7个月后 他的癌指数是100%找不到了 安全我讲也是安全 我刚才讲是安全 不要当没有的 你同样问医生 医生不可以保证说 他不会护发的 他不会保证的 我们也不可以讲 我们会保证你会安全的 就是要你自己看你自己身体的体责 你身体体责是最重要的 所以因此你讲 你可以有能力 你就一天一罐 如果你能力不许可 看我前面已经生命了的 针对那些如果讲 你也不懂你好不好 你就一天一罐 如果你觉得经济不许可 你至少喝250ml就等于喝五杯 五杯是最少的准则 这样你问我 喝两杯 喝一杯 有效果吗 肯定有效果 但是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 我喝一杯 他再开始工作 但是同时间 我又倒毒在我的身体里面 怎么样讲呢 可能我吃的东西不健康 然后我喝很多糖 很多糖分的饮料 比如说奶茶 或者是我吃珍珠奶茶 再来我吃的食物呢 都是不健康的 这样你要记得哦 我在丢我的军队在里面 本来是要硬战的 但是同时间 我没有去借口 我没有去禁止去吃其他东西 我是让我的一身军在里面打仗 当然他时间比较短 因为我们丢的军团是比较少 如果可以丢很多的话 他的效果会大难来得比较快 所以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的 如果你想知道你严不严重 你一定要做CRP test CRP就是C-reactive protein的一种测试 来看你发原指数 不是因为你有吃什么 没有吃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准则了解 我需不需要一身军 还是需要多少量的一身军 才可以决定 从你的CRP的指数 就是发原指数 才可以总巩固 或者决定你到底要吃多少量 肯定你有喝一杯两杯 是有效果的 但是没有你期待那种还原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怎么样有好剧 在里面打仗 好过完全没有进队 这样你的严重性就要来高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抗氧剂来去抵抗它 然后再加上 如果你平时的乙食习惯 又不吃菜 又不吃乌辣 乌辣就是马来人吃的那种salad 我又不吃菜 又不吃那种抗氧剂的东西 肯定它严重性会来高的 现在我们反而吃了之后 我们可以减少那个问题 但是我不可以保证说 你一定会好 因为要看回你的发原指数 可以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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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OK 这边有一个问题 是怎样吃法 永远可以选择的话 空腹吃 不要摻东西吃 如果你是打算一天一罐的话 这样我会鼓励你们一个小时 一杯 一杯是50ml OK 就是10个小时里面 把它喝完它 如果你是说 OK 我不要喝这样多 我喝少一点 你们决定 因为主要最基本的要求呢 就是 尽量空腹喝 当然早餐 吃早餐之前 你空腹喝应该没有问题的 你晚上睡觉之前 你是一杯空腹喝 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但是你喝了之后 最好是10分钟到15分钟 才开始喝其他的饮料 或者吃东西 因为我讲过了 益生菌只要经过我们的胃 胃是不会消化他的 直接进入小肠和大肠 这个是他的特殊 你去比较其他的益生菌 他益生菌的数量很少 我们讲那个strain 就是他的菌种类很少 最多是30多种 第二 他一定要经过跟食物搭配 才可以被吸收 而且我坦白跟你讲 经过胃消化的益生菌 有80%已经被干掉了 所以我可以肯定就是你一杯两杯 都会看到效果的 OK 刚才我在 针对Robert 我再给你一个提示 你看 我就讲我很多的例案是讲文症 我不要讲 我不要用那个很夸张的病毒 我讲文症就好了 我大概有处理过 应该有好几年 我都处理过很多很多那个文症的 通常我们怎样讲呢 你中文症 好像我弟弟的例子 我弟弟不相信一生菌的 直到他看到他的朋友 很严重的 在医院里面 几天了 都是因为文症 文症的问题呢是因为文子带着病毒在你里面 让到你的血小板 血小板是送氧气的 还有送营养的 它已经降低了 但是你问医生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就等他自己的抗体提升 我弟弟的朋友在里面已经三四天了的 而且那个费用已经越来越高 他们已经开始受不了 我弟弟问怎么办 我说你不是拿两罐 两罐Pitonic给他喝啦 喝法呢是每15分钟喝一杯 每15分钟喝一杯 就是说一个小时喝四杯 两个小时半喝一罐 再剩下两个小时半喝一罐 然后你告诉我明天发生什么事 他突然间就跟我讲 我朋友要跟你买一箱 为什么 他明天可以出院了 他就说 当天喝了一天两罐之后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的 我不是告诉你这个是神奇哦 我有另一个 是我的 我们叫师姐啦 是慈善的师姐 他是妇士 他也是中了文症 他的那些 同事们就来问我 可以处理 医生军哦 当我叫两罐给他的时候 他不相信 他讲哪有这样神奇 如果这样的话 医生就不用做工了 他讲 所以那一时间就奉献他 是咯 反正都是给你吃的嘛 而且他是药物 他是自然 对不起 他是食品 他是100%自然的 反正吃了 也没什么活害的嘛 喝了四个小时后 医生就跟他咽血 刚巧跟他咽血 就很惊讶 这么你的血小板本来很低的 一下子标高就这样高的 一下子提高的很快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的医生军 是有可及的 是生物 而且是自然 最重要是 不用经过消化 直接进肠胃 直接到大肠 小肠 开始工作 OK 当然条件是 你不要这边 我才吃几杯医生军 我这边因为有医生军 我就拼命 暴饮暴食 那个是挑战来的 好吗 所以我在强调 中文证的人 只要一天 一天里面喝两罐 五个小时里面 把两罐喝完 因为每15分钟 喝一杯50ml 两个小时半一罐 五个小时就两罐了 我们很有信心 85% 明天可以出院了的 剩下15% 剩下15%怎么办 第二天 喝多一罐或者两罐 我可以保证 他是没事了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 很严重的病毒 他不是很严重的 他只是因为 血小板降低 你只要把他提升 从哪里开始 又是跑回我们的肠道 小肠和大肠 好来 我就讲另一个例案 很多人为什么讲 我要提一下 你们吃医生军 是因为如果你真的 有机会去咽 很多人现在是 虚不受苦 消化不良 什么叫虚不受苦 我明明吃很多好东西 吃了好东西 这么我不会胖 我不会健康的 我吃很多 你讲多少 我吃多少 问题是因为 如果你去看他的小肠 我们讲小肠 他的小肠 原来是发炎了 而且已经有很多 很多的美国的医学 西方的医学 已经发现到 有这个名称叫 SIBO SIBO 还有一个叫 SIFO SIFO 什么意思 Small Intestine Bacterial Overgrown 也就是说 他的小肠里面 有很多过量的 吸菌在那边 当然我可以跟你肯定 很多是坏菌 所以你看你连小肠 本来是要吸收营养的 为什么 我们吃了东西消化之后 80%的营养 我们消化的食物 都是靠小肠输送的 假设你的小肠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坏菌 你觉得谁收益 最良多 肯定是给坏菌吃掉 不是给好菌吃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更一定要吃 一生菌 就是要综合掉 平衡回我们的生态链 我们的胃 我们的大肠 我们的小肠 还有我们要给它 生产的那些 Vitamin 尤其Vitamin K2 这些一定要给它平衡的 否则的话 刚还我们针对心说 一两杯没有效果 我没有讲它没有效果 效果来得很慢 但是有符合条件 我这边喝两杯 但是我这边又吃 吃不健康的东西 我又添加它的负担 肯定这两杯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为什么 我有我的策略 我的条件是 你的生态链不平衡 你的大肠不够一生菌 你的小肠发炎 我会鼓励你每天喝一罐 如果进去许可的话 真的不可以的话 至少五杯 再不可以的话 一两杯好过你没有 只是你要有心 你要有这个 有这个意念 就是你要等待 慢慢的还原 不是快速的还原 OK 我做 我做东西的方式通常是这样的 我都是以三个月为准则 来看你本身的改善 OK 因为我要先声明 我们虽然有最棒的Pytonic 我们有很棒的 但是如果观念上还是很负面的 什么都不可以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挑战来的 好吗 可以明白 可以 不好意思 如果针对那些开始想喝 一天一罐的话 一个小时一杯 尽量空腹喝 空腹喝完之后 15分钟 最好是15分钟 最快也是10分钟 你才吃东西或者喝东西 尽能力及空腹 但是许不许可的话 你要喝也是好 不过 我觉得你会浪费 你自己要调整 你自己的时间表 假设你觉得你要喝五杯罢了 就是你可以 一个小时喝一杯也可以 你要两个小时喝一杯 因为你要记得 我们吃的是食品 我只是附带条件 是鼓励你们 最好是空腹喝罢了 没有讲你一定要梗的 你要一个小时喝两杯 都可以半个小时喝一杯 半个小时喝一杯 也可以的 你可以延伸越长期越好 差异就是 如果我想我一下子 把喝完它 这样坦白讲 它也是有液体的 突然间你喝太多的话 你膀胱受不了 肾脏受不了 它要小便出去 这样你不是浪费 不是没有效果 只是你会浪费很多 所以我们通常要有最顶峰的效果 最高的效果 就是鼓励一天 一个小时一杯 如果针对保养的 大家注意 当你开始好了 你好了 这样以后你需要喝多少杯 一天一杯就够了 我平常是一天一杯的 我爸爸妈妈也是一天一杯的 我女儿也是一天一杯的 没有多的 为什么 它们正常了吗 我每次问台边有味道吗 台面什么颜色 它一有味道 你叫喝多 没有味道的话 就我通常叫你们喝一杯就够了的 OK 还有什么疑问吗 来线上的 我们这边还有谁要问 有什么要问 我们的SK老师的 OK 刚才SK老师讲的是非常棒 说他的很多的体验例子 就是说 那个文证 就是说 可以提高这个免疫系统很强 所以我们 其实没有去量也好 我们靠这个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们就知道 马上启动免疫系统 是我们要的一个 一个非常 重点来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OK 现在时间来到十点了 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请SK老师 再做一个总结 让我们接受今晚上的会议 然后下个星期三 我们再期待SK老师 准备更多更多的 希望带更多的人 让SK老师更有 更有奥 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就是 讲解关系 到Btonic的一程去 好不好 来我们SK老师 咱们猜一些总结 好记得 病症 它的名称只是一个名称 我们要知道根源 根源就是 你大肠里面有很多益生菌 第二就是 我们不要有发炎的问题 发炎就从来来 从自由基 自由基怎样生产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 我们没有保护 我们自己自身的问题 让我们这个所谓的 抗氧剂 来去综合掉这些自由基 我每次描述抗氧剂什么 就是我们内在的保镖 有很多保镖的话 他就不用担心 那些自由基来侵犯我 因为保镖会自我牺牲 跟它结合 给它们综合掉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细胞 让我们的器官 让我们的身体受伤 这样我们才可以保持我们的体力 可以保持我们的专注力 今天今时时刻 21世纪 真的太多病人 不是病 不是老人 是病人 病人就是说 他带着一个疾病 而有带着很多遗憾 不是有高血压 就是高脂肪 而且我本身 亲身也在 在针对几个 因为吃了 因为有三高 过度吃药 导致肾脏坏掉 坏掉 但是坏掉 只是剩下10% 很自然的话 现在的专家就跟你讲 10%洗肾 直接叫你洗肾 我就排测 为什么 你的气 你的所谓机械 还没有坏掉 为什么洗肾 你要尽量预防它在破坏 因为洗肾 不是个很好玩的游戏 我亲身体验过 帮我的一些朋友 帮我一些邻居 去参观那些 不是参观 是带动他们 去做洗肾的时候 看他们那个过程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我了解 为什么古代人 把糖尿病 糖尿病叫做富贵病 只是一个礼拜去散试 更严重的 如果你不只是要洗肾 你还有所谓的 Hepatitis B 就是你有B型肝炎 是B型肝炎的话 你花费比平常更多 几乎多一半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富贵病 所以我一直鼓励 益生菌是必然的 好像最近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洗肾了 最近又把两个脚趾切掉了 他的极限是喝不到很多水 我就想 我送给你吃益生菌 你就慢慢去调整它 但是你自然一定要 把你的血糖降低 所以没有一圣经肯定 他的挑战是会很大的 我要分享就到此 感恩大家 OK 谢谢 谢谢小老师 来我们接受今晚上的会议 来我们打一个555 来就是接受我们今晚上的会议 谢谢大家 出席今晚上的会议 谢谢 晚安 晚安 等一下 继续 committing 感谢观看